大家好我是阿川 今天咱们来分享新电动车国标车它的内置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就是说当咱们这个车子 它的这个时速超过15码 那么车子它就会形成一个提示音 这个也是好多人比较煩人的一个功能 那么咱们这个功能可不可以把它限制 就是说把它起销掉关掉呢 今天咱们就利用这个时间给大家分享一下 利用咱们本身的功能 怎么在车子这个提示音把它起销掉 不会造成咱们这个时速超过15码 它自动报警 不是这种提示音的这个功能 它的这个效果 现在咱们就利用这款国标车给大家展示示范一下 咱们看到这款就是新款的这个小包车 那么它的这个时速超过15时速 它就会出现一个提示音 大家听到 现在有个提示音 那么接着咱们先把这个电门锁把它关掉 利用里面这个车子 内似的这个环道器功能 直接把它关掉 怎么操作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咱们只需要按住这个解锁键 按住 不要松手 大家看看 现在有个提示音 咱们打开电门锁看一下 现在还有没有一个这个 超速的这个提示音 现在大家听到这个加了油门之后 超过15时速 可以说已经达到了25码 这个电机里面控制器 里面这个环道器 也不会出现这个提示音 非常的简单 咱们只是要利用这个环道器里面这个功能 就可以把这个提示音把它关掉 解决掉 那么当如果咱们是要把它挥舞 应该怎么操作呢 咱们再教大家看看 当咱们要恢复这个提示音 直接把这个电门锁还是把它关掉 那么这时咱们这个环道器 还是按住这个解锁键键 注意是解锁键 按住 大家看到 现在环道器又会数一个这个提示音 接着咱们把这个电门锁打开 再烹油门 看一下什么效果 大家看看 现在车子已经恢复了这个提示音的状态 所以当咱们需要用 也可以把它打开 不需要用 也可以把它关闭 任你选择非常易协 也比较容易上手 这个是一个小技巧 也是车子内置的一个小功能 相信大家也是协会的 如果觉得帮到你 请关注点赞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